大家好,我是大雄 在9月17日下午 发生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船户机集体爆炸事件后 9月18日下午 在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多地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使用的数百部手机对讲机 同时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20人死亡 另有至少450人受伤 此前发生的船户机爆炸死亡人数上升到12人 同时有2800多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值以色列 是这两起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 誓言要让以色列受到惩罚 并表示会继续为支持加沙而战 这加剧了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 不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失去了最主要的两个工训工具 又有大量人员的伤亡 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发动对以色列的大规模的报复打击 即使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恢复过来 与以军全面开战的可能性比较小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在黎巴嫩传户机和对讲机 发生爆炸后宣布 战争已进入新的阶段 军事重心将转移到北部战线 即跟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作战 他同时强调 现场战争需要巨大的勇气 决心和毅力 几天前以色列已经向离边境调集中兵了 星期三发生爆炸的对讲机 与星期二爆炸的传户机 是真主党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即五个月前购买的 据美国媒体报道 以色列原本打算把引爆传户机 作为对真主党全面战争中的第一机 但因为担心炸药被发现而提前动手 昨天简体中文网络上出现 窗户机是伊朗生产 原本安装了自毁装置 只是以色列方面提前引爆了自毁装备 这个说法只存在于简体中文网络 猜测是亲以色列的中文自媒体人 为以色列洗礼 故意编造的谎言 我还是坚持昨天的分析 尼巴嫩真主党武装购买窗户机 手持对讲机的供应渠道 被以色列特工渗透 极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将货物掉包 据台湾金阿波罗董事长 许清光9月18日声明 发生爆炸的这款传播机 只是挂了金阿波罗的标识 但不是金阿波罗制造的 而是一家欧洲经销商自行贴牌生产的 不排除这家欧洲贴牌公司 被以色列特工渗透 以色列这种匪夷所思的破坏行动 几乎肯定加剧了各国军事和安全部门的紧张 尤其是伊朗 朝鲜 俄罗斯等国家 无论是军用产品还是民用产品 对于外购产品和零部件 必定更加小心翼翼的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测 而且尽可能避免使用进口产品 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就黎巴嫩接连发起爆炸事件 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国不希望中东局势升级 不了解以色列是否与这两起事件相关 并称以色列有权自卫 他同时表示 就以色列如何行使自卫权问题 美国不会回避在适当的时候与以方进行对话 我认为 以色列这种行为确实是有相当大的争议性 黎巴嫩政党是一个庞大的军政议题组织 虽然跟哈马斯一样属于极端组织 但其行为并非像哈马斯那样极端残暴 其骨干成员中既有军事议员 又有非军事议员 窗户机和手持对讲机 也并非专门的军用通讯工具 话说回来 对于民众基础雄厚的极端组织 也只有以色列这样的非常规打击手段 才能将他们打痛打服 乌克兰国防部长梅罗夫9月18日 向最高拉达报告 申请2024年增加4953亿乌克兰格里夫纳的国防开支 其中2744亿用于增加对军人积极亲属的支出 其他用于增加购买武器装备 从乌军要求增加的军费开支中 可以看出乌军增加了角度的作战部队 因此需要增加角度的人员和装备支出 乌原先批准的2024年军事预算为1.685万亿格里夫纳 本次相当于要求增加27.3% 2025年乌国防开支为2.2万亿格里夫纳 多方面信息显示 除了补充原有的作战部队人员损失 乌方最近训练了14个旅的作战部队 主要由欧洲北约成员国负责培训 即将完成训练投入战场 俄罗斯中央核试验场负责人安德烈 西尼琴9月17日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称 核试验场已为恢复核试验做好准备 俄罗斯中央核试验场位于新地岛 于1954年建立 可用于测试百万吨级核武器 该试验场最后一次进行核爆炸 是在1990年 按照核不扩散条约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领会 五个常日理事国 目前军已宣布暂停核试验 中国在1996年宣布暂停核试验 俄方这个准备好恢复核试验的新闻 是俄罗斯最近进行一系列公开核威胁的一部分 反映了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的泥潭中 无法自拔 只能挥舞和武器虚言恫吓的尴尬 美国当地时间9月17日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官员已看过了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 并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计划 他说 我们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战略和计划 当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丘米勒表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上周访问G5期间 听取了乌坎总统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相关简报 马丘米勒表示 丁肯认同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对胜利计划的评估 但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 他说 我认为我应该让泽连斯基总统来谈论细节 这终究是他提出的计划 泽连斯基表示 在月底联大会议期间 他会跟美国总统拜登和两党总统候选人 沟通乌坎胜利计划 最后会将把这份文件跟其他盟友分享 所谓乌坎胜利计划 是一个乌坎如何领得这场战争 以及战后跟俄罗斯签署停火和谈协议的战略框架 9月18日俄罗斯特威尔州 托罗佩茨市西南17.6公里处 一座俄军巨型救火库遭乌军无人机袭击 引发猛烈的爆炸并导致了多个地区停电 火灾范围超过6公里宽 10公里长覆盖了几乎整个军事基地 爆炸和大火持续了数个小时 知名清俄军事博主波多利亚卡城 敌人袭击了托罗佩茨地区的一个战要库 那里被完全摧毁了 所有能烧的东西都在燃烧并爆炸 一些欧洲国家的地震仪 记录到了八次阵级为里12.0-2.8 阵源深度为0的地面强阵 可见这次爆炸之猛烈 可以说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被摧毁的最大一座弹药库 引发的猛烈爆炸相当于 引爆了一枚战术核武器 特尔州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北方向 位于托罗佩茨市的大型弹药库 是俄国防部下属导弹和炮兵局107机械库 该州州长鲁杰尼亚当天表示 俄防空部队在托罗佩茨市抵御无人机袭击时 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火灾 卢杰尼亚下令疏散起火地区的居民 同时为临时安置点居民提供援助 公布国家安全局称 托罗佩茨遭袭的仓库 储存了伊斯坎德尔和原点U导弹 航空制导炸弹和火炮弹药 俄军可能还在该设施储存了 JRD多管火箭系统火箭弹 S300和S400防空导弹 以及朝鲜K23弹道导弹 这个大型的军械库中据说 储存了约3万吨的弹药 一枚导弹和华翔炸弹的重量约半吨 一发152炮弹的重量43公斤 可见这个弹药库储存的弹药数量极为惊人的 有媒体报道称 这是俄军最大的一个弹药库了 这次打击一定会令俄军弹药供应雪上加装 泽连斯基在9月18日晚例行视频讲话中 提到了当天在俄罗斯境内进行了一次非凡的成功袭击 他特别感谢了国家安全局 军情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出色表现 9月17日 乌军向顺涅茨克的一个难民训练场 发射了陆军战术导弹 至少炸死50名俄军过去24小时 库尔斯克战场没有大的变化 在乌克兰战场上 双方发生了153场战斗冲突 超过50%的战斗 发生在布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两个方向 乌军击退所有的俄军进攻 哈尔科夫作战司令部发言人 北塔利·萨兰·凯夫 9月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由于乌军猛烈炮火 截断了俄军补给舰 俄军不得不依靠仅能携带数公斤负载的无人机 对前沿阵地的俄军运送水粮食和弹药 由于水源被俄军肢体污染了 俄军饮用不清洁的井水和河水 导致一些俄军染病死亡 乌军正在尽量的减少几方伤亡的情况下 围歼这些弹尽粮绝的入侵者 俄乌战争爆发第939天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不包括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上的俄军装备人员损失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友下 歼灭俄军1130名 累计俄军63.81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产与战亡人数比例为1比1 摧毁俄军14辆坦克 13辆装甲车 23本火炮 一个火箭发射装置 55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防空部队击落了63架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此2022年2月24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 约14.8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俄军袭击还造成了约2.3万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约10万个乌克兰平民受伤 3.4万人